实验1-1 化学反应前后的质量变化 实验目的 借由碳酸钠与氯化钙水溶液作用 探讨化学反应前后物质质量的变化关系 实验器材 同学可依画面琐事 在实验前将器材备妥 实验步骤 1.将30毫升蒸馏水倒入锥形瓶内 加入3克氯化钙并轻轻摇晃 使其完全溶解 观察水溶液颜色 2.取5毫升碳酸钠水溶液置于小试管内 观察水溶液的颜色 3.将小试管缓缓放入且直立于锥形瓶中 并用橡皮塞塞住瓶口 4.将锥形瓶置于上敏天瓶左端 乘量并记录反应前总值量 5.将锥形瓶倾倒 使两溶液充分混合观察屏内变化 6.两溶液充分反应后 再次乘量并记录锥形瓶总值量 问题与调论 问题1.当锥形瓶内的氯化钙水溶液 与试管内的碳酸钠水溶液混合后 锥形瓶内发生什么变化 为什么 答案 当试管内的碳酸钠溶液 与锥形瓶内的氯化钙溶液混合后 溶液变成白色混浊 这是因为两者混合 生成难溶于水的白色碳酸钙沉淀 问题2.锥形瓶及锁成物质的总值量 在反应前后是否有差异 答案 反应前后所乘量的锥形瓶及锁成物质的总值量 皆为174.8公克 并未改变 因此 反应前反应物的总值量 会等于反应后生成物的总值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